大家好 各位Drive-In 池點友 我們今天跟大家講講 Wheel Alignment 底盤設定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開車的時候 在公路上的車唐塔已經拿直了 但車還是偏左偏右走的呢? 可能到時你是需要一個底盤的設定 Wheel Alignment 不好的底盤設定 還會令到輪胎有不均勻的損耗 或者它會有Wobble震震震 甚至斜輪胎會變形 我在講怎樣調教之前 我跟大家講一講 究竟我們轉向的時候 車到底有什麼部件幫我們 第一 軚盤 steering wheel 第二 steering column 第三 steering rack 然後還有內軚頭和外軚頭 inner tie rod 和 outer tie rod 剛才說的inner tie rod和 outer tie rod 可以調教一樣叫做 toe in 或者toe out 的東西 輪胎一邊偏右或者另一邊 偏右或者偏左不平衡是不合理的 會令到你的唐軚直的時候 車會偏右或者偏左 所以很需要設定到原廠的設定 或者應有的設定 才能夠有一個很好的駕駛感覺 這就是toe in 和toe out 而另外一種調教 叫camber 這種調教是你在水平線望的車的時候 你會見到 車輪其實有少少外霸或者內霸 這種不同的設定 例如 內霸叫做positive camber 正 camber 外霸叫做negative camber 負負 camber 這個設定是會影響到車的外觀 和轉彎時候的性能 而第三種叫做caster caster是調教你的避震角度 你的避震越後就叫做positive caster 避震越前車頭叫做negative caster 和camber的原理有少少少相約 不僅會影響到你的轉彎性能 還會影響到你高速的時候 車的穩定性 有一個良好的底盤設定 good alignment 令到輪胎的損耗程度 溫暈少少 沒有那麼快換胎之餘 還要增強到你入彎的性能 好彎之餘 還要安全很多 其實是很必須的 所以當你感受到你的底盤感覺 或者這個桌盤感覺不好的時候 就要找一間你相熟的底盤設定公司 去做一做調教吧 好 我們今次Javing慈典就是講這麼多 你下一集再見 我們記得勤洗手 消多點毒 戴口罩才會出街 保持個人衛生 拜拜